各位在线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一年来的支持 小薰姐在这个地方 要请大家帮帮忙 我们公开征求更多的厂商 我们愿意替大家来制作更多的影片 这里头包括了产品的影片 包括了公司的形象广告 包括了为你量身定做 你们所需要的影片 包括了人物专访等等 这些透过的专案 我们都乐于替大家执行 为什么 我们的业务要全面启动 过去一年来 的确来自于四面八方 给予我们的donate跟我们的资源 这里头可能是每个月200块钱 300块钱400块钱 点滴在心头 非常谢谢大家 让我们这个频道得益在一年之后 还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尽管我们业务部没有任何的成立 一开始的时候 小薰姐的确 我们把重心放在整个content内容的制作 而且一年多下来 我相信来自于所有的观众 你们赋予这个频道 不管小薰TownPlus 或者是Real Talk 真实对话 都有更多的期待 而给予更精进的内容 更深入的内容 更有视野 更有角度 更不同的一个国际观点 置入这个频道 是我们的责任 更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而在这个频道 希望可以长久永续经营 让它走得更稳健 让它的收入可以更稳定的同时 我们决定要开放合作厂商 如果你们有商品 愿意制住 愿意透过小薰姐的口中 替你们进行去宣传 跟进行置入 欢迎跟我们合作 我们提供了 不管业务部 跟新闻部的经理 希望有我们可以 替你们服务的地方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 各位所有的 海内瑞国人朋友 所有小薰TownPlus 观众朋友 晚安 为您邀请到苗博亚 苗博亚这一次呢 也是在超级战区 尤其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希望可以突破 跟他迎战这一区的对手 是罗志强 不过在进入 甚至二十多来天的一个日子 不管是总统大选 跟基站区 像台北市大安区 都呈现一个 混沌不明的情形 台湾才刚刚举办完 总统大选第一场的证件发表会 在三轮各自十分钟当中 已经引发不同的解读 我们邀请到苗博亚 来为我们解析最新的状况 阿苗晚安 小薰好大家好 我是大安区二号立委参选人 苗博亚 大安胜利 台湾双赢 怎么样 你现在你的这一区 跟罗志强的状况如何 我们现在是激战 我们是说 在大安区的单一选区史上 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 所以我现在在最后 倒数的二十天里面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再多争取到 关键的五% 只要有了多关键五%的话 我想我就能够 赢得这场选战 创造历史 第一次翻转大安区 关键性的五% 接下来怎么去突破 为什么你觉得目前为止 你跟罗志强的差距 还没有办法拉开 你还没有办法 能够有可以超越他 关键在哪里 坦白说 我们大安区 不只是蓝大于绿 是蓝远大于绿 在2012年的十年前的立委选战 民间党提名的候选人拿了30% 国民党的提名的拿了60% 足足是一倍以上 那后来在大家一棒接一棒的经营 包括范云 包括谢佩芬 其实谢佩芬上次以新人之之来挑战 面对到林逸华 那把差距拉近到10% 那是大安区有史以来最接近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再进一步的突破 再把差距拉到个位数的差距 那现在遇到了一个很需要大家帮忙的状况是 因为在大安区有一群选民是 我们用各种方式都很难接触到的 有什么方式 比如说这个我们去扫市场 站路口 然后沿街家户拜访 这些当然我们都非常认真努力在做 不过在大安区有为数不少的选民 他平常是居住在社区 这些社区是我们没办法进去拜访 也没办法投船单进去 然后他不一定这个是上班族 他有可能就是上下班时间 他也不会出现在这些路口 那所以站路口也不会接触到他 那你可以说去菜市场他总得买菜吧 对他要买菜 可是他买菜的时候可能去百货公司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群选民 在我们大安区有相当的数量 我们很难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去突破 只能透过口耳相传 不过这些口耳相传又遇到了国民党的组织 确实很强劲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罗志强你当然知道他是漂浮在空中的扶贫 全台湾在漂 他热气球每一个县市他都漂过去 但是他现在是透过国民党 这个台北市党部既有的组织 下来去连接到说过去有很多大安区的选民 他就是习惯投给国民党 也许他跟苗博雅不熟 他其实跟罗志强也不熟 他对这两个人都不熟 可是他看到国民党提名是罗志强 他想说他是蓝的 所以他就会把他盖下去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突破最后突破铁板的灵门一角 就是需要大家帮我口耳相传 因为我很有信心 看候选人的品质的话 不管是我为大安区服务的时间最久 1800天这个赢过罗志强 我在议会质询的质语量也赢过罗志强 我在地方服务地方建设的质语量也赢过罗志强 你存笔人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输 可是你要怎么样让苗博雅这个候选人的存在 可以透过口耳相传 传进这些铁板当中最里面的这5% 这个就是我现在非常需要大家协助我的事情 那你自己看呢 在5%当中来看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以赖清德来讲 你觉得他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吗 也是关键5% 也是关键5% 我们知道本来三方面的差距应该是有的 不过我知道现在已经出现很多叫做政治性的民调 那所以郭文贵在看任何民调之前 请你仔仔细去看几个元素 他发布的时间 他的样本 他的样本当中是怎么样的取样 那取样的过程里头 有没有全台湾各个年龄层 然后非常平均的分配 如果不是很平均的分配 你想想看 你抽样一个台北市 20岁的年轻人 跟出现在台中或高雄20岁的年轻人 如果他抽的是台北市 或抽的是高雄市的年轻人 没有抽到其他县市的分布 而透过这个年轻人的比例里头再去加权 那施政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会 观众朋友觉得今年的民调 每一份民调里头似乎不尽相同 长得不太一样 那政治性的民调 其实这时候就因运而生了 你看现在总统大选的态势 你自己的观察 日本的学者小丽媛欣幸老师 他有长期在追踪台湾总统大选的民调 然后而且他会用各家逐月的平均 去算出来 所以小丽媛老师的看法 他有整理嘛 他说自从蓝白盒到蓝白分 从11月到12月 那他发现说 这三组的战况 大概赖是35% 这个猴回到30% 柯可能是25% 这个局势好像 其实没有激烈的变化 那为什么我会说赖消费 现在也是关键5% 原因是因为赖消费 应该要达到40%以上 这样子国会才有过半的希望 因为大家知道立委选举是一对一的啊 总统选举是三组人选啊 那在三组人选里面 如果你拿到35% 你还是可以当选 可是你35%的时候 在所有立委55波的基站区里面 可能都会失去席次 那所以 为什么一定要拉到这关键5% 是因为当赖消费到达40%的时候 在很多55波的这些基站区 才会能够守住这些很重要的席次 所以第一个在战略上 战略上就是关键5%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 蓝营呢 现在在期待一个效应 那是气宝效应 气宝效应什么时候会发生 就是当蓝营的选民觉得 哎 赖消费就近在眼前的时候 他们就有更强烈的这样气宝动力 那一般来说 现在以前都觉得说 蓝跟白是分蓝营的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们之间拉的这个不相上下 平均起来 那可能跟赖消的差距拉开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蓝白并没有真的不相上下 虽然过去柯文哲很得意说 他民调比较高 可是现在你去看各家 好像侯友宜反而可以来跟柯文哲说 我让你6% 就是侯友宜他 国民党他的战术 其实是按部就班了 当今天确定蓝白分手之后 国民党立刻盘算一件事情是 寄放在柯文哲那边的蓝军选票 怎么吸回来 所以朱立伦出手安排 赵少康来当侯友宜的副手 他是要拉申蓝 没错 因为侯友宜就是得不到申蓝的欢心嘛 可是当韩国瑜先出来 当侯友宜的左护法 再加一个赵少康当右护法 这左右护法 韩赵两人就是申蓝吸票机嘛 把申蓝票吸回来 那申蓝票从哪里吸回来 其实一部分是从柯文哲那边吸回来的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当中 原本有一群是申蓝 他们期待看到一个火力四射 很热情的领袖 在批判民进党 那侯友宜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会寄希望于柯文哲 那可是当赵少康出来之后 这一群申蓝的 希望看到火力四射的 批判性的 他看赵少康就好了 赵少康最近一直在跟柯文哲打水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赵少康跟柯文哲经常互批 这个互批其实对他们双方来讲 都是好的 当赵少康在跟柯文哲互批的时候 国民党就是一点一滴 一趴一趴的把 寄放在柯文哲那边 蓝军的选票收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逐渐走低的时候 侯友宜是走高 因为这是收回深蓝的选票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 为什么跟赵少康大脆购也有好处 因为蓝白已经确定分了 蓝军再把选票吸回去 那柯文哲现在要如何守住他的生命线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五 很重要的是他必须留住年轻票 他必须留住对他死中的这些年轻票 他不能让这些年轻票呢 又回流到过去蔡总统817万票的时候 盖给民进党中的候选人的状况 所以柯文哲透过跟国民党大推购的过程 其实他是可以留住这些年轻票 因为像是柯文哲他骂赵少康是红桶啊 所以你本来就红的啊 抹红你刚好而已啊 当他讲这样言论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就觉得说 对啊你看柯文哲也是抗中保台 你看柯文哲也是反对赵少康 他也是反对这些红桶 所以大家看这个局的时候 你会看得很清楚啊 蓝军已经在把蓝票从柯文哲收回来了 可是赖消费还没有把小英的817万票 流失到柯文哲那边的能够成功收回来 还没有成功收回来 所以就是形成一种 侯友也一直在上升 可是赖消费没有办法有效成长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股压力 就说是不是拉近了 所以我们讲这关键5% 这些所谓的中间的中产的 我们讲中年 可能这个40到50岁的这一群 过去是817万票的一份子 能不能够有效的让他能够回归到赖消费 会是最后这20天 非常重要中逢大选的关键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侯友宜赵绍康这个组合 在迎战赖消费的过程里头 李宗总统候选人人格特质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可是国民党现在看起来真正的一个人格特质比较明显 而政策提出来比较多的 反而是负的赵绍康的部分 所以你刚刚提提到赵绍康跟柯文哲两双方面交锋 有他的战略意义 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 以柯文哲现在内部他自己所做的民调 跟柯文哲之外其他的民调也有人呈现 其实侯跟柯也有不相上下的情形 柯文哲一定要大力的宣传说侯柯不相上下 他才不会被弃爆 就像是去年台北市党选举的时候 黄珊珊也经常发表民调说他是第二名 但是除了他之外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民调也呈现 其实柯文哲跟侯友宇的差距 没有像美丽岛电子报那么那么远 那个是跟民调到底包含手机 包含多少手机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你看到民调如果有包含手机 或手机比率越高了 柯文哲就会越高 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各家民调的趋势 事实如此啊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小立元心信教授 他的统计方法是 他会把每一家民调 他的这个值是去做平均的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他不是只单看某一家 他是要看到的是收集全部的样本 那收集全部样本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个选战我把它称为胶着啦 胶着就是除了蓝白分手之后 蓝银成功的把蓝粉从柯银吸回来 这个之外其实三家都没什么变动 这是一个胶着的状态 那我们说关键5%的胶着是什么拿到 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议题出来 新的议题才能打破胶着的状态 那对于赖消费而言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是 必须要让选战重回聚焦到 两岸国防外交经贸 因为两岸国防外交经贸 首先第一个 他是总统真正的工作 那选总统的工作 不是说这种国家大大小小的柴米油和酱醋茶 都需要总统去处理 选总统真正的工作 总统真正的职权就是国安嘛 就是国防嘛 然后两岸的事务 跟你在国际上经贸如何处理嘛 那总统真正的工作是这个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讨论说 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最能够做好这些工作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在2019年到2020年那段时间 因为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 扬言要这个并吞台湾 然后再加上香港反送中 当时确实大多数的媒体在讨论说 两岸怎么处理 外交怎么处理 未来经贸是不是怎么走出去 在这些议题上面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很容易比得出来蓝跟绿的差别嘛 就能比得出来绿营 你可以不满他的政策 可是你不能否认他确实有一套他的论述 蔡英文总统四个坚持 你可以反对啊 可是你不能否认他拿这一套四个坚持走出世界是走得通啊 那国民党的问题在于说他对两岸外交国防他根本连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 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什么 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人我看连侯康之间都说不清楚啦 那这个怎么办呢 国民党没东西嘛 国民党既然没东西 他就会把议题从这个真正重要的拉到别的战场 他就给你打一些假议题 放一些烟雾弹 让你看不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那回过头来对于赖萧配来讲问题是 难以放这么多烟雾弹怎么处理啊 难以放这么多烟雾弹让选民都看不清楚总统大选到底是要选什么 你觉得赖清德的竞选阵营没有积极处理吗 还是在战略上有忽略什么还是出现什么盲点吗 我个人认为赖萧的禁总或者是民进党 这个整个正义来讲当然很努力在处理这个 不可能说不处理嘛 谁不想到40%谁不想到45% 大家都想胜选 大家都希望更多选票 可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这种所谓强势主导议题 强势主导议题的这个 应该说是气势 其实它是需要营造的 你觉得他们没有做 我自己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他万里老家当然在礼拜三晚上7点钟的证件发表会 在第一轮证件发表会 赖清德知道这个已经燃烧一定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率先公布他要捐出来 而且以信托的方式成为未来的一个公益来使用 这个议题让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意外 当我们在看这个空战的过程里头呢 本来不应该发生争议的 因为这其实牵涉到行政怠惰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矿业法在民国77年都已经是废纸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是 不是一个煤矿区 也不是个煤矿法过去所需要的一个工作的场所 那这里头又牵涉到他们新建石 以自由的土地没有区域行政划分法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法令之下 我可能针对当时的七小针对的家庭或是矿工 临死在我的土地里头盖了一个房子 那个时候都没有区域计划法 你现在跟我说 你跟我说这是一个违法 所以在当里当里90%都呈现这个情形 如果这个是违法 要叫做寄存违鉴 不用急拆 不用急拆的意思 其实新北市政府在解释当中就出现举议多的盲点 你不用急拆是代表要拍拆 未来再去拆吗 其实不是 这不能算是违鉴 也没有什么 你就是列党 你把列管之后没有什么拆跟不拆 我说在空战里头 不管是蓝白的阵营 要打这个议题里头 把所有的错误的资讯全部淹没在网络 但是我没有看到 真正站在一个 一个 一个合情合理 当时的时空背景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万里的公聊 我看到辩护的声音很少 可是你说这是一个反驳辩护吗 严格说起来其实不是 只是一个论述一个事实 我自己观察是 天哪在空战里头 弥漫的全部都是被带风向 甚至不实的消息 我不知道在这个议题 如果危机处理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他的事件呢 你自己观察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谈一个大格局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网络传播 跟过去的传统媒体年代最大的不同 是在过去的传统媒体年代 大多数人他要看的是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今天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 那谁看到第一手资料 在现场的人看到第一手资料 对不对 像假设说总统举办政见辩论好了 那以前的年代啊 大家都是守在电视机前看辩论啊 然后看完之后 每个人心中一把尺嘛 觉得谁讲得好 那看转播 或者是说看新闻 只有老三台 就那三台 然后新闻嘛 它有一个基本的自律 就是每台都各有立场 但是你总得做个平衡 你不能够说 三个候选人 你只有播其中一个人 其他两个人都没画面 不行 你还是要做个平衡 那所以在过往的年代里面呢 这个所谓的竞选 你只要注重第一现场就好 比如说我去一个辩论会 我就要注重说 我讲的好不好 我的表现怎么样 然后我相信选民心中各有一把尺 然后呢我也相信说 媒体朋友在栽入我的发言的时候 如果想的够好 我至少嘛 三组候选人 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的版面嘛 可是现在进入到网络年代的时候呢 看二手传播的人啊 比看一手资料的人多得多了 什么叫二手传播 比如说你现在网络上面看 一个辩论会结束之后啊 首先第一个 有全场影音 可是全场影音通常是最少人看的 什么多人看呢 剪辑过的精华最多人看 没错 那剪辑过的精华就厉害了 因为它不需要受到新闻里面 平衡报道的约束嘛 所以有时候你剪出来精华 你可能专剪其中一个人 你可能专门剪别人讲不好的地方 专门剪其中一个人讲的好的地方 然后掐头去尾把它连贯起来 或者甚至是你都完全不要给其他人摆面 那再搭配什么 再搭配演算法制造出来同温层 你永远都只会看到跟你意见相近的 这些贴文跟影片 所以这就呈现出来一个事实是 以前我们在谈论 电视辩论谁讲得好的时候 大家说我昨天晚上有看 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是什么 我看网路上谁谁谁剪的精华 我看网路上人家说 我看网路上怎么样讲 你是在经过了看了二手传播跟诠释之后 你来认知这个事件 所以不管是刚刚小军姐讲了 这个赖清德的万里老家的事情也好 或是说未来会发生的辩论会 或是证件发表会 或说在更之前的很多的事件也好 重点都是在那个二手传播的战场上面 没有足够跟对方相抗合 就说以这个万里老家好了 因为他确实地处偏远 你看邱逸那天去要直播 邱逸都迷路了 确实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土地的公告限制也非常低啊 一般人不会去 所以现在蓝营要打什么二手传播 他们就会去拍 然后故意把它拍完之后 还说这里是豪宅 前面有庭院 后面有甲山什么什么的 一般人不会去现场看 那大家都看这种二手传播的时候觉得 你看这是一个豪宅啊 但事实上 事实上怎么样 你要冷静下来思考的人才会想到说 不是啊如果是豪宅的话 他怎么能走进去拍 不然现在我搭上去人爱路上有地堡 他是真正的豪宅啊 你走进去拍看看 你如果不是住户 你能走进去拍吗 不行耶 真正的豪宅像马文君的城堡 为什么没有人走进去拍 因为马文君的城堡外人是进不去的 那为什么赖清德的万里老家 这些网红这些直播主 邱逸可以走进去拍 因为那就不是他的城堡啊 那外面那就是公共空间啊 那可是一般人他会去想到这些影片背后的要深入思考才能想到是吗 不会他看到的是一个二手传播 然后说你看他是豪宅 所以如果以这个战场来讲啊 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是其人之身 你知道他的战略是这样子 你必须要直求对决去迎战啊 如果在我们举例好这个礼拜三晚上的证件发表会结束之后 真正的关键来自于第二战场 这个时候的传播非常重要 你不能仰赖不能仰赖那些观众 那观众简接下来的他可能有断章曲域 更不用有影片有断章曲域 也有文字的断章曲域 可是断章曲域甚至失真的部分 错误的部分的透过了剪接 透过了文字的散播 他大量散播出去 三人城虎其实就来了 有人说啊没啦 他说掉哇看起来气色很差 讲得很不好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现在很多人他透过二手传播三手传播 去认为你所接受的讯息就是真的 是吗 你所接受的讯息是经过别人 在消化之后主观性塞给你喂给你的 所以我举个例子啊 经典案例 2018年的高雄市长选举 当时韩国瑜跟陈其迈不是辩论吗 是 那如果说有直接看辩论的人 大家心里一定知道嘛 陈其迈表现比较好 可是后来韩国瑜如何的反败为胜 他透过第二现场 什么叫第二现场 开始当时网路上一大片辩论一结束之后 开始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息说 有人说陈其迈戴耳机 对 结果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陈其迈有没有戴耳机啊 不只是韩粉在讲陈其迈有戴耳机 陈其迈的支持者也在帮他辩护说他哪有戴耳机 结果讲来讲去 辩论完之后声量最高最热的是陈其迈有没有戴耳机 那陈其迈表现得再好都不会被看见啊 因为大家在讨论一个很莫名其妙被创造出来的 你觉得的是莫名其妙被创造出来 是意外创造出来还是有计划性 还包括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因为那一天说真的 两方面的表现高下立判 陈其迈很想有准备 但是韩国瑜就是空空的 他即使准备可能也准备不及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说 那个时候因为是三立所办的 说他就 护唇膏 对他就他不知道化妆师就帮我贴一个 擦个护唇膏之后 后来我就觉得嘴巴黏黏的 从此讲话就很口急 你知道那个 因为那个化妆师就是我的化妆师 那化妆师承受多少大的压力 我们只是想让他还原而已 他没有办法耶 他压力大到他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每个人都问他说 那你那天到底你给他化的是什么 他说而且他还跟我说 第一个你韩国瑜头发很少嘛 所以一般都是一个发型进去 服装进去 他的意思就是我头发不需要用 然后我也不太需要铺粉 就简简单擦 他说就是一般的护唇膏啊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问韩国瑜 我说那天帮你处理化妆的 你有认为有什么不妥或异样吗 他说小军我告诉你 我本来其实不太想化的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 他们就说可能化了之后 嘴巴比较不会那么干 因为你也许没有机会喝水 那我想也好 他说我就让他涂了 涂了之后就这样子 就怪怪因为嘴巴就很黏 于是就在护唇膏上 慢慢衍生出 这个护唇膏有问题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不管是耳机也好 护唇膏也好 到最后就没有人在关心 那场辩论实际上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说这个第二现场 第二现场或者是 第二手传播的这件事情 它已经是当代网络年代的既成事实 我们没办法去要求大家都要去看 第一现场跟第一手资料嘛 那这怎么办 你要有一个应对方法 那应对方法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诀窍啦 也不是说诀窍 有一个要点 叫做快 你必须要快 怎么叫快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辩论会结束之后 其实各家在比拼的是 谁最快减出对自己有利的精华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金剧、短影片这些东西 怎么越快的把它发出来 这是抢占一个诠释权的位置啊 所以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是这个辩论完 然后大家慢慢整理 今天看到什么重点怎么样 现在不是耶 现在你要在辩论或证件发表的当下 画面一出来之后 你就要开始记时间点 怎么剪 怎么样上字幕 就要马上做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网路之所以强 是因为 他2014年第一次出道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样子线上跟线下 越来这个越 越联动的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他出道他就非常熟悉这一套要怎么做 他最熟悉 所以你看任何的活动结束之后 柯文哲第一他一定要有直播 没有直播的话他一定有影片 第三他一定是先剪这个短的精华出来 先剪这个短影片 然后呢有精具 然后而且他还结合什么 结合他的线上社团 他的支持者社团 马上把这些东西传进去传进去 他的支持者就开始散发 他的支持者开始散布 你会发现哦 在很多的这个柯文哲相关的议题里面 柯文哲的支持者会有一种 异口同声的现象 就是说不同的账号的留言 留的都是相近甚至一模一样的内容 为什么会异口同声 因为那个不见得是机器人哦 那个是他们在线上社团里面的交战 就是线上社团会有一个人进去跟他说 针对这个议题 他的停车场事情是这样的啦 讲完之后那大家出去外面就帮我们宣传 所以大家都讲的是很类似的一套东西 那这个是快嘛 在这个大家可以去网路上看哦 去查赖猴柯三组候选人 比如说他们星期三政见发表之后 谁的影片出来最快 谁的这些短影音出来最快 这些剪辑怎么样出来最快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扩散性上面 而且还有你抢占权势权上面 需要去重视这个第二现场的传播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第一现场的表现 你觉得表现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回家打开网路看 大家都说你表现不好 因为权势权被人家抢占啦 我相信2018年的时候 陈希迈一定很错愕 他就说我准备了这么多对高雄有利的政见 我准备了这么多未来我要为高雄做了事 而且我在辩论我的交互结问这些 我都好好回答 然后问他很棒的问题 怎么都回去手机打开 大家都在讨论我们戴耳机 他一定很错愕 所以你看齐迈他我觉得他从2018之后 他成长非常多 你现在去观察他的网路 不管是他的粉专 他的频道 他的短影音等等 其实脱胎换骨 真的是脱胎换骨 跟2018年他很金嘛那时候 可是现在你看他各种的 不管是这个跟他的猫 这个跟他的陈小米 还有唱歌 这些等等的东西 你会发现说他越来越适应这种 线上跟线下相互结合的政治文化 非常关键 让我想到从2018到2022 尤其2022在台北市长选举的那一场 我也记得因为我那时候主持转播之后呢 后来立即跟许多人进行讨论 以我自己观察一个候选人表现好跟不好 是说你有没有针对实质性的问题 我的观察指标是这样子 第一个台风跟各方面大家相差不大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历经尤其民意代表或地方的县市首长 或是内阁的部会首长 你的表现台风应该不会太差 口才也差不到哪里去 重点是我要看的是说 对于实质的问题你了解的深度多少 以2022来讲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自己 我自己认为陈时中对于许多的问题 他的确是有去做功课的 他真的有心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台北市长 可是反观 反观在讲万安的部分 我觉得我比较意外 我比较意外 当别人丢A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接的 可是他不去接A 他不去回答A 他扯到B 那你扯到B 如果你转移之后 你的B可以创造另外一个声量跟主题 无可厚非 没有 你转到B是让我觉得 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稀松平常的观念 跟你要去撞击A 我那个力道差距很大 所以我整体认为高下立判 在那场辩论会 唯一的一场辩论会 我觉得陈时中的表现 其实远高过于黄珊珊 跟这个蒋万安的 可是第二战场结束完之后 我发现我发现呈现一个情形 包括了口耳传播跟网络 说表现最差的你们猜是谁 网络当中所呈现 说表现最差的是陈时中 后来在网络 我跟网络上有一些网友 也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我仔细抽丝播剪中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事实 说陈时中表现最差的人 根本没有看辩论会 那没有看辩论会 没有完整第一时间看 他完全是看过经过剪接的 甚至呢 透过很多人文字的描述 他化为自己的描述 我说你为什么认为陈时中表现最差 谁谁谁说他表现最差 我说他表现差 人家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全部二手三手传播 所以呢我今天非常谢谢阿苗啊 在网络空军的这一块 他其实扎扎实实 成为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队 而且这部队的重要性 其实不下于 不下于陆军 现在大家都打这个传统战 传统战你reach到还是reach不到很多 真的你可能在站街头啦造势 很多人是不会 可是很多人透过手机当中 接收了非常多的一个讯息 这样的一个部队 这样的乐听大众是不能够放弃 一旦你放弃的话 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击飞成事 认知作战就此开始的 如果你的敌军善于去操作 这样的认知作战 你的敌军善于去包装之后呢 相对去诋毁另外一个 可能呈现自己候选人的部分 我觉得这场选战会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持续再关注一下 也希望三方的阵营当中 在进行宣传时 在实事求是当中 关键可能来自于 因为候选人要喂给 阅听大众什么讯息 无可厚非 重点是说 你的乐听大众 你有没有判断的能力 当你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讯息 你接受到讯息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判断说 这个影片 看起来是怪怪的 那怪怪的状况底下 是真的还是假的 甚至是被误导 甚至是造谣 乐听大众你有办法判断吗 谢谢阿苗 我们持续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再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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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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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